看懂每一部好电影 还原最真实的剧情 大家好 欢迎来到纸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韩国宗教题材电影 《娑婆喝》 故事发生在韩国江源道的宁岳地区 16岁的李金华 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在他出生的时候 山羊们全都发疯式地嚎叫着 那天 鬼跟着他一起诞生在了这个家里 1999年 他和双胞胎姐姐一同出生了 只不过在娘胎里 姐姐就是靠啃食他的腿为生的 姐姐出生时通体长毛 接生的人说 这样的孩子很快就会死掉 母亲生完姐妹俩就去世了 但是他的怪胎姐姐却没死 反而还活到了现在 2015年的某天 一个养牛场请来了神婆做法 他家的牛从三个星期前 就开始相继死去 神婆虽然尝试了各种办法 但仍然没能阻止最后一头牛的倒下 据这里的村民说 一个月前村子里搬来了一户人家 从他们来到这之后 村子里就开始出现各种怪事 晚上 爷爷讲述起了金华姐姐的事情 他没有给金华的姐姐申报户口 也从没教过他说话 直到现在 爷爷都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每晚从那个房子里传来的哭声 太可怕了 站在村边的神婆也同样听到了哭声 她鬼鬼祟祟的来到院子里 一边念着咒语 一边向着那个房间靠近 但还没走几步 突然一条蛇出现 咬伤了她 吓得她跟同伙 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主人公朴牧师 是一名基督教信徒 同时也是一位打假工作者 韩国注重信仰自由 所以很多邪教应云而生 这些人打着神学的旗号 到处招摇撞骗 朴牧师的工作 就是帮助正宗教派产出邪教 但他这么做绝不是因为正义 而是想从正宗教派那里 捞点油水罢了 这次 朴牧师又盯上了一个叫 陆野园的新教派 为了弄清他们的毛泥 他让助手为装成信徒 潜入了进去 但助手连续观察了很多天 什么可以之处都没有发现 他们不收取费用 一心劝人向善 非但没有任何不当思想 甚至还会补贴贫困家庭 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 他们确实有点与众不同 陆野园是信奉佛教的 但他们供奉的不是佛祖 而是将军 朴牧师对这个答案非常不满意 他需要的是那种爆炸性新闻 这样他才能说服佛教本部的那些大师 画面一转 警方在公路旁的建筑中发现了一具女士 尸体的体格叫小 看起来也就是初中生的年纪 另一边 朴牧师开始向佛教的大师们 介绍起了陆野园 为了说服他们 朴牧师甚至把他们形容成了恐怖组织 三位大师商量了一下 他们不可能只相信朴牧师的一面之词 但潜在风险也不得不发 这件事他们先提上日常 等有了确凿证据再让执行不打压 在送朴牧师离开的时候 惠安大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宗教的组成一定包含三个要素 教主信徒经书 既然是新兴宗教 肯定会有自己撰写的经书 这种经书要么是自己解析出来的 要么使用了不被认可的经文 总之只要他们不合规 总部就有充分的理由打压他们了 画面一转 一个叫郑罗汉的男子 在新闻中听到了女士被发现的新闻 他开着车子来到了金铁庆的家里 两人是老相识了 郑罗汉称呼金铁庆为持国天王 而金铁庆则称呼他为广睦天王 四大天王的职责就是守护他们的父亲 但近年来金铁庆似乎有些退缩了 因为每天晚上那些被他杀死的女孩们都会招伤他 郑罗汉安慰他 他们现在正在与邪恶对抗 是不应该存在恐惧的 现在警方已经发现了被金铁庆杀死的女孩 为了保护他们的秘密 金铁庆必须离开这个世界 果然 第二天警方顺着线索追查到了陆野员 虽然陆野员的管事不承认有金铁庆这样一个人 但警方还是查到了金铁庆母亲的住址 晚上 朴牧师和汇安大师分析起了陆野员 陆野员在江源道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各有一个分布 昏安大师找了几张现场的壁画 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将军 而是象征着东南西北的四大天王 在佛教中 四大天王是守护佛祖的四个护法 在皈依佛门之前 他们曾是印度的四个恶鬼 后来遇到了佛祖 他们就变成了专抓恶鬼的神 当天晚上 朴牧师跟助手潜入了陆野员的分布 经过一番寻找 他们在墙壁上发现了一间密室 里边有一个床位 似乎有人住在这里 而桌子上放着的正是持国天王的金树 画面一转 警方早已经埋伏在了金铁静的家里 当铁静回来后 看到路边的郑罗汉时 他就知道自己是时候离开了 他走上天台 给母亲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他是为了守护这个世界 在与邪恶抗争 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都不会在意 因为只有上天才会明白他的苦劳 电话挂断之后 金铁静便跳楼了 朴牧师的姐姐在检察院工作 通过这层关系 他弄到了金铁静的资料 金铁静少年时曾杀过人 后来就被送到了扬州少年管教所 不过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晚上 陆野员的管事给郑罗汉送来一份资料 这是持国天王临死前交代他的 资料上显示的正是李千华 另一边 宽安大师分析了朴牧师带回来的经书 里边的大部分经文都是由秘经和金刚经 柔合而成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里边居然有一段他从没见过的经文 这段经文被命名为降魔经 朴牧师接过经书送多了起来 守护明灯的野兽啊 擦干眼泪 不要吝啬颤抖的身体 杀死盘踞在少女体内的毒蛇吧 唯有蛇的鲜血才能将你们净化 朴牧师看了一眼经书的署名 这是一个叫金帝氏的人 于两千年编写的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他们在网上查询起了 跟金帝氏有关的信息 1985年 西藏密宗大师乃琼喇嘛 会见了东方教教主金帝氏 看到这个新闻的霍安大师 瞬间就想起来了 金帝氏在佛教中是非常有名的 直到现在 他仍然有很多追随着 说起东方教 章鱼大师似乎对他颇有研究 第二天 朴牧师就备了一份厚礼 来探望章鱼大师了 章鱼大师拿出一份资料 告诉他们 金帝氏是真正的成佛之人 当时很多的佛教高僧 都奉他为师 从1940年开始 金帝氏就把所有财产 全部用在了宗教和公益事业 所以他的慰望 便自然而然地传开了 东方教也是由此而来 但是在1985年 金帝氏突然解散了东方教 有人说他要撰写一本经书 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朴牧师询问他 金帝氏现在还活着吗 章鱼大师回答 金帝氏是1899年 出生在江源道宁月的 截止到今年 他应该有116岁了 想必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就当朴牧师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偶然从资料上看到 金帝氏也曾资助过 扬州少年管教所 金铁镜当初就是在那里 接受改造的 难道两人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第二天一早 朴牧师带着一车物资 前往了管教所 路上 他跟助理了解了 关于信仰的话题 自己虽然是个基督教徒 但是他从不相信 世上真的有神存在 他有个同学 结婚之后就去非洲传教了 他们夫妻绝对是虔诚信徒 但是几年之后 朋友却独自回来了 他的妻子 儿子 还有刚刚出生的女儿 全都被杀了 但是你知道杀害他们的恐怖组织 是怎么说的 他说这是神的旨意 章鱼大师不是说 金帝氏成神了吗 那么他倒要问问 他朋友的家人 为什么被杀 管教所的所长 有三十年的从业经验了 从来没接受过 毫无理由的资助 朴牧师不妨有话直说 朴牧师询问他 管教所是不是 曾经接受过东方教的资助 所长表示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金帝氏为他们建了一座地事馆 还把这里的孩子 视作儿女 朴牧师对此有些不解 不是从来没有毫无理由的资助吗 金帝氏这么做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所长笑了笑 金帝氏对这里的四个少年犯 提供了特别资助 他们都是犯下杀父罪行的人 金帝氏非但不忌讳 还将他们收作了一字 其中一个就是金铁剑 经过查证 朴牧师找到了另外三个人的名字 他们分别是 郑罗汉 蔡太根和全乡凡 朴牧师重新拿出了那本经书 发现经文中果然隐藏着四个人的名字 而且朴牧师还知道 他们当中的其中三个已经死了 他拿出四张陆野园的天王画像 其中 蔡太根和全相反的天王画像上 是有背光的 在佛教中 只有涅槃的人头上 才会发光 现在无一还活着的 只有广木天王 郑罗汉了 画面一转 郑罗汉按照资料中的地址 来到了金华的家 他走进屋子 一间一间地寻找起来 就当他来到 金华房门口的时候 被关在后院的姐姐 似乎察觉到了危险 他号召飞鸟 冲破了家里的窗户 这才阻止了 郑罗汉的脚步 紧接着 通往后院的门 自己打开了 郑罗汉仿佛受到召唤一样 向着那扇铁门走去 就当他来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伸出一只手 抓住了他的脚踝 郑罗汉从未见过 如此诡异的景象 吓得他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回来后的郑罗汉 蜷缩在了床上 屋顶上出现了很多女鬼 这是他的心魔 他几乎每天都会梦到女孩们 来找他寻仇 而唯一能伴他入睡的 便是每晚飘荡在耳边的童谣 仿佛是来自妈妈的声音 帮他一次次的克服恐惧 第二天凌晨 郑罗汉开着车子 前往了郊外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瓢木石悄悄跟在了他的身后 郑罗汉来到了陆爷园 但不是那四个分部 而是另一处僻静之地 在大弟子的引领之下 他进到了病床上 奄奄一息的金帝室 大弟子告诉他 留给师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蛇留下滴滴血的那天 明灯就会熄灭 另一边 朴木石跟助手继续破译着经文 书中提到 有81条蛇企图破坏不灭明灯 上面还分别记载着 代表81条蛇的数字 在佛教中 明灯指的就是弥勒佛祖 四大天王守护弥勒佛 免受蛇的伤害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么蛇代表的就是邪恶 朴木石给惠安大师打去了电话 问他佛教中的恶是什么 惠安大师告诉他 佛教中是不分善恶的 例如魔王和修罗这类 描述的只不过是人类的欲望而已 惠安没时间跟他解释 他们正在举办一个圣诞的活动 每年圣诞节的时候 西藏密宗大师乃琼喇嘛 都会拜访韩国 听到这个消息的朴木石 似乎回想起了什么 乃琼喇嘛是佛教中最权威的预言家 1985年他拜访了金帝室 同年金帝室就解散了东方教 朴木石怀疑 是乃琼喇嘛一定跟他说了什么 才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惠安大师的安排之下 朴木石见到了乃琼喇嘛 他开门见山 直接询问起了关于金帝室的事情 乃琼告诉他 金帝室就是弥勒佛祖 自己曾亲眼看到 他那修长的十二根手指 以及他身上的香气 直到现在 金帝室都还尚存人间 这让朴木石有些不敢相信 116岁的人 怎么可能还活在人世 乃琼解释 藏传佛教到了日本之后 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认为成佛就意味着战胜肉体 也就是拥有永恒的生命 朴木石继续追问 蛇代表的又是什么呢 乃琼告诉他 蛇应该就是金帝室的天敌 在娑婆的世界里 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 如果地上出现了一只蚯蚓 那么天空中就会出现烈石他的鹰 当年乃琼给金帝室做了一个语言 当他活到100岁的时候 在他出生的地方 会有一个天敌出现 到时候他的灯就会熄灭 今天是圣诞节 朴木石突然想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 有人曾预言耶稣之子会在圣诞节降生 到时候他将成为犹太人的王 当时的统治者西律王听到这个传言后 勃然大怒 为了铲除威胁 他竟然下令杀死了城中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 这个故事给了朴木石启发 陆叶园的四座禅院 全部都是围绕宁岳这个地区建造的 而资料中记载 金帝室就是1899年出生在宁岳的 他100岁的时候刚好是1999年 他相信了乃琼喇嘛的预言 1999年宁岳会诞生一个威胁他的人 所以他的目标便是那些在1999年出生的孩子们 他效仿西律王 宁可错杀 也不能放过 所谓的四大天王就是金帝式的野兽 而那些女孩就是他们眼里的蛇 很快 助手也破译了经文中的数字 那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佛学 而是所有孩子的身份证号 这样的数字刚好有81组 也就是祥魔经中所提到的81魔君 另一遍 郑罗汉抓住了金花 他在郊外挖了一个坑 准备把金花活埋 动手前 金花问了他一个问题 为什么自己会被杀掉 郑罗汉告诉他 你从生下来就是邪恶的 希望你下辈子能够生在靠近佛祖的地方 金花表示 自己家里真的有鬼 那就是他的双胞胎姐姐 他跟自己一同诞生 应该也是邪恶的吧 不如把姐姐也一起杀掉 让他下辈子能投胎为人 听到这个消息的郑罗汉来到了金花家的后院 他砸开铁门走了进去 发现里边坐着一个摆着佛手印的女子 女子说了一句话 孩子 你怎么才来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郑罗汉询问他的身份 女子表示 我是你的母亲 说着便哼起了郑罗汉经常听到的那首童谣 听到歌声的郑罗汉跪倒在地 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女子露出十二根手指告诉郑罗汉 回去看看你所谓的父亲吧 他才是真正的蛇 郑罗汉带着疑问回到了陆爷园 他掀开金帝石的被子 发现他果然没有六根手指 大弟子将郑罗汉带到仓库 里边饲养着一头大象 他学问郑罗汉 看着这只大象什么感觉 郑罗汉告诉他 没什么感觉 只是觉得他很冷 如果看到大象的眼睛感到害怕 那他的内心就是脆弱了 但郑罗汉表现出来的却是灵敏 大弟子拿起裂枪 毫不犹豫地就给了郑罗汉一枪 他为什么不害怕大象 随后 朴牧师也来到了金帝石的房间 他怎么也不相信 眼前这个锤子之人 会跟佛祖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 外门传来了开门声 朴牧师急忙躲进暗处 发现来人正是金帝石的大弟子 他摘下金帝石的氧气罩 然后便开着车子离开了 而朴牧师带上助手和郑罗汉 则紧随其后 没过多久 他们便追上了大弟子 朴牧师假装追尾 想要探探这个人的身份 当他喊出金帝石的名字时 大弟子显然愣了一下 看来朴牧师猜得没错 这个所谓的大弟子 就是不老的明灯金帝石 而屋子里躺着的才是他的大弟子 当年金帝石在听了乃琼喇玛的预言之后 他的眼神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那一刻起 龙变成了蛇 善之己变成了恶之己 在金帝石的车子上 郑罗汉缓缓从后座上出现 原来趁着刚才追尾的空档 他从朴牧师的车子 转移到了这辆车子上 在得知金帝石的真实身份之后 郑罗汉一把就勒住了他的脖子 他不是什么佛祖 而是一个为了活下去 而滥杀无辜的恶魔 别说他只有一条命 就是有一百条命都不够偿还的 失去控制的金帝石 从山坡上翻了下去 但他并没有死 就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郑罗汉拿起火机点燃了汽油 金帝石在熊熊烈火中燃烧 而金华的姐姐也渐渐闭上了双眼 他的使命完成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看到结局的时候 我着实被震撼到了 一念成魔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 《索婆赫》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的电影 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台词 背后却隐含着深厚的宗教文化 金帝石到底是什么呢 西藏喇嘛说他是弥勒 但也仅是他的一面之词而已 他仅凭金帝石的十二根手指 和身上的异香就断定他是弥勒 也未免太武断了 而且他在给朴牧师解惑的时候 说了一套相生相克的理论 这根本就不是佛家的说法 佛讲究的是参悟 如果还有什么克星的话 那他绝不能称之为佛 西藏喇嘛的预言 其实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他用地上若有一条蚯蚓 天上就会生出一只老鹰的说法来做语言 本就是错误的 但金帝石听了这个语言后 却产生了杀险 因此这条蚯蚓就产生了 而百年后也必然会出现鹰 金帝石因为自己的欲望 让西藏喇嘛的语言成真了 另外 再说一下郑罗汉这个人 郑罗汉本来就是心存善念的 他当初杀死父亲 也是因为父亲对母子俩终日的打骂 在被送金管教所之后 他感受到了深深的罪恶 他一直以为帮助金帝石杀人是在赎罪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死亡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就说明他已经被灌输了错误的思想 最后 郑罗汉被感化 也是因为他的善念 郑罗汉杀死了父亲 但是却深爱着母亲 每晚有鬼怪找上他的时候 母亲的形象都会适时出现 所以当姐姐说出自己就是他的母亲 并且唱出那首童谣的时候 郑罗汉才会跪倒在他面前 还有大象那个桥段 如果他看到大象的眼睛和感到害怕 就说明他的内心还是软弱的 那么他还是会被金帝石利用 但是他却处于善心 说出了大象的真实感受 他很冷 所以金帝石才会向他开枪 对于自己来说 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还有影片中的朴木士 他是一个商业气味很重的搭架势 他打击邪教 无非就是想从正宗教派那里捞到油水 但是他对金帝石 却显得过于执着 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去寻找真相 这跟他贪图利益的形象明显不符 朴木士虽然是基督徒 但他却是个无神论者 直到真相渐渐清晰 朴木士的心里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章鱼大师告诉他 金帝石是真正的佛 西藏喇嘛告诉他 佛还尚存于人间 这在某种程度上 极大冲击了朴木士的人质 他曾跟助手说过一件事 他的朋友全家都被杀了 但是凶手却冷冷地说 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他才会迫切地想要揭开 金帝石的真面目 如果他真的是佛 那他如何解释朋友一家的被杀呢 电影中除了人物之外 还出现了几种寓意深刻的动物 第一个就是被金帝石 饲养在仓库里的大象 大象在佛教中 象征着智慧和品德 有功德圆满的意思 金帝石杀死大象 注定了他无法功德圆满 第二个是饲养在陆野园的那些鹿 鹿是石长生之一 预示着长寿 而陆野园的谐音 陆野园 正是释迦牟尼 成佛后来到的地方 金帝石身居陆野园 周围有路环绕 足以说明他的地位 但是当郑罗汉找上他的时候 他的身边却躺着一只死鹿 这其实也暗示了金帝石的下场 第三个是影片中反复提到的蛇 蛇在佛教中代表着称 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 就会产生称念 而双胞胎姐姐 就是金帝石的欲望 所以金帝石的经文中 才将它比作蛇 但蛇也有守护佛祖的意思 所以电影开头的神婆 想要靠近姐姐的时候 蛇才会出来咬伤她 一个想要长生不死的金帝石 一个为了克制她而生的姐姐 到底谁是佛 谁才是蛇呢 正如影片结尾所说的 当蛇被烧尽的时候 佛法终将实现 佛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只不过人们见到的 多是欲望罢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你们动动手指 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